针对政府逐步上调碳税的政策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指出 这样的举措将有助向企业发出信号 促使企业意识到碳排放所涉及的成本 推动更多企业节能减碳 到了2030年 我国碳税将从目前每公吨碳排5元的税率 上调为每公吨50元到80元 傅海燕表示 这将有助推动企业踏上绿色发展浪潮 例如制药商可以利用 更具能源效率的器材 或者是收集被排出的部分二氧化碳 傅海燕也见证了 新岳社科大学同新加坡同军总会的 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双方将携手为青年创造更多机会 接受同可持续发展议题相关的培训 一系列计划将分阶段推出 主要参照联合国指定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 包括提高气候变化意识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